这三个海边的少年忽然发现 村里烂大街的海粒干 在城里的市场竟卖到了16块钱一斤的天价 三人得知这个消息欣喜若狂 瞬间就嗅到了报复的商机 于是他们连夜赶回静江渔村 偷出了大队仓库里全村的海粒子 然后重新背到账目贩卖 准备大赚一笔 可当三人拿着海粒子找到 收购商雷大脚石 对方给出的价却只有16块的三分之一 平时是什么价 我现在再给你价一半 别代不了你 平时在我们那儿 给我们五块钱 到这儿价一半 七块五 三人的笑容顿时一讲 这价格还没有外面一半高 可对方却厚颜无耻地表示 跑去漏飞 你哥仨你还脏不稍来 海上 这个价钱不行吧 现场的气氛因为紧成的这一嗓子 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有道好声好气的对比市场的价格 多少让雷大脚给加一点 可把倒灌了的雷大脚 只愿意给海生三人最多再加一块钱 哎呀 行行行行 我就不给你计较了 再加一块 八块五 听完这个价格 海生冷笑一声 可考虑到两人先前就认识 他没有发作 再次开口试图劝雷大脚能给个正常试驾 谁知对方却抢先开了口 直脾气的景成丝毫不给他面子 这也彻底惹恼了雷大脚这个恶霸 他怒骂三人不懂规矩忘恩负义 卖海产品这条路是他躺出来的 如果没有他的付出 那么现在海生村子的海产品一粮也卖不出去 所以其中的差价是他应得的 这些海货也是我们用命备出来的 就是啊 海生别跟他啰嗦的 咱们自己的货自己卖 两方人马彻底撕破脸皮 三兄弟背起背笼 准备自己出去摆摊售卖 可离开前 雷大脚出言威胁道 别怪我没有提醒 没有恶垫头 想卖出你们先要的价格 不可能 我才不信呢 海生不信雷大脚有那么大的本事 用眼神挑衅着雷大脚 当着他的面走了出去 结果立马就被县市毒打了一顿 海生三人在市场找了一块地摆摊叫卖 可每当有人前来问驾驶 就会有人在客人耳边低于几句 客人一听立马就会起身离开 就算海生把五折人家也不回头 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真的一斤海利肝都没卖出去 不但如此 市场管理员还来找他们要两块钱的市场管理费 一分钱没挣下去还要交钱 而且还这么贵 锦程立马就不乐意了 两块钱 这位同志 你怎么说话的呢 此时的海生三人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不要说两块的管理费 就连吃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海生陪笑着捧起一窝海利肝 希望能用这个底钱 可惜管理员没有这个权限 坚持要献钱 海生要求对方能不能明天再给 毫不意外地再次被管理员无情拒绝 明天谁知道你们来不来呢 大姐你怎么说话的 明天不来我们的货你帮着给卖啊 小伙子 你会不会说话呢 我怎么不会说话呢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锦程的暴脾气把情况弄得越来越糟 这时 雷大脚嘚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安抚走收费员后 大方地承认了就是自己下的命名 不允许客人买他们海产品 这个私畅 饿说了算 没有饿电头 你们的害货 没有人干腰 凭什么你说的算啊 难把天啊 你小子说什么 你干什么 给我动手是不是 是不是 雷大脚最后给了海生他们一次机会 要么八块五一斤卖给他 拿钱买肿苗回去救命 要是等到明天价格只会更低 海生咽不下这口鸟气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 而难把天也放出豪言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此时的海生三人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饿得昏天黑地 身上的口袋又空空如也 他们路过一家饭店 闻着扑鼻的饭菜香 站在门口咽起了口水 海生一咬牙干脆直接走进了后处 找老板求个零食工的工作 不要钱只要管炖饭就行 老板看出他们是遇到了难事 便答应了海生 海生三人就这样干起了临时服务生 而他们的转机也将出现在这里 晚上 一桌客人因为喝醉了酒 不小心落下了一万的现金 海生想追出去 却发现人已经走远了 海生便把现金都交给了老板 之后老板从招待所找来了施主 在那个年代一万块的购买力 比现在的一百万还高 可海生却一丁点贪心都没有 这让施主对海生的人品 十分的敬佩和感谢 而这个老板也不是普通人 第二天一早 海生三人继续去自由市场 叫卖海粒子 可依旧没人敢买他们的海货 嚣张的难霸天又来趁火打劫 雷大脚嚣张无比 表示自己捏死海生三人 就跟捏死一只蚊子一样简单 可下一秒打他脸的人来了 说话的正是昨天海生还钱的施主 老齐是这一片著名的贸易大户 雷大脚根本得罪不起 老齐也是不客气 看着产妹讨好自己的雷大脚 先是大骂雷大脚只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 接着便表示海生是他的兄弟 动他就是动自己 雷大脚一听不敢有丝毫怒气 雷大脚 我告诉你 我小兄弟的货 我已经找到买家了 我湖南的朋友 够哥们够义气 听说兄弟有难处 而且还有人欺压他的价格 湖南老许说了 有多少货 要多少货 该什么价 就给什么价 兄弟还愣着干啥呀 全包园了 打包 谢谢 整个过程雷大脚屁话都不敢放 而海生的上百斤海利杆 就这样销售一空 谁知等他们回到饭店时才发现 雷大脚早已等候多时 今天的事让他丢了面子 他发誓不会放过兄弟三人 而老七是东北人 只会在张牧待一个月 这次有人帮您 我代表回回都揍晕 哪几个东北人 就在这儿做一个月的善火 他们揍了以后 这个地方海生的说了算 爱护的加个 孩子得听个令安排 凭什么提你安排啊 你的意思就是 铁了心跟我们对着干了是吧 要不要跟个过不起 好好想一想 雷大脚根本没把海生放在眼里 威胁海生要么接受他的定价 要么把海货全烂在家里 海生虽然不怕雷大脚 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个麻烦 有他在张牧 自己永远做不成生命 现此 暴脾气的景成当即建议 跟他雷大脚刺刀剑红 把他打到怕为止 说干就干 当晚景成就拿着一根碗口粗壮的木根 一路尾随雷大脚后面准备教训他 谁知最后跟到了招待所 在这里 他意外偷听到了一个改变自己三人命运的消息 二十块钱一斤 一点都不贵啊 景成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八块五的海产品 他转手一卖近翻了四倍 景成赶紧回去把消息告诉了饭店的海生 你没听错吧 二十一斤差这么多 我是挺俩生产的 不能介意吗 怪怪的 雷大脚也太黑了吧 跟大厂子敢要二十块钱一斤 有道和景成两人心中愤怒不已 可海生却瞬间找到了商机 自己为什么不趁此机会绕过雷大脚 直接和国企厂交易嘛 于是他立马起身去招待所 找到了国企的采购科长 你们的意思是 雷福顺给我们厂的风货 一直要的都是最高价 贾科长那可不是最高价 是高于进货价的好几倍呢 贾科长不太相信三人说的话 因为下午他刚去进货市场问过价 比雷大脚给他们的价钱都要高 海生一听笑了 那儿做买卖的人都听雷输了 他肯定是为了应付您提前安排好统一的说法 为了让科长幸福 海生掏出自己今天做生意的账单 上面清楚地写着海力干15块一金 科长这才相信海生的话 愤怒不已 而海生则趁热打铁 表示自己是海边的渔民 他们村每家每户都有一级品的海产品 所以两人完全可以跳过雷大脚这个飞心的中间商 直接交易 科长一听求之不得立马答应了海生 他给了海生一张名片 约好下个月的今天还在这里会合 只要你们的货水准一流 我会建议我们厂 和你们建立直接的攻击关系 保证一流 谢谢 谢谢 之后 海生带着满满的钞票回到渔村 他成了全村村民眼中的英雄 因为海生三人离开前 村子里遭受冰雹粮库被捕 全村穷得连明年买肿苗钱都没有 而海生此次的出息 不但救了全村人的命 更让他们看到了致富的机会 全村村民立马拿出家里的海产品 送到海生手中支持他的事业 海生很感谢村民的信任 可是他却不能接受大家的干货 大家都非常信任海生的人品 主动把手中的海产品赦给了他 等他交易完毕回来之后再给钱 至于价格的多少也由海生自己说了算 见此海生也不再矫情 把全村的海产品都收入囊中 下月5号很快就到了 两方人马都如约而至 海生带来的干货各个颗粒饱满唇香扑笔 贾科长非常满意 明天啊带着货去招待所那边过程 还有啊 这次我可是陪着我们厂供销科的秦科长来的 他听说你们有这么好的货员 一定来亲自看看 贾科长叮嘱海生三人明天别再叫他科长 他解释自己只不过是国企厂的小小采货员 科长只是别人给的尊称 如今正进科长来了 再叫会引起秦科长的不满 老贾让海生三人叫自己为大哥 因为这样显得像一家人 第二天一早 海生三人把几百斤海产品 被盗了招待所过程 难问神秘的秦科长也现身 谁知这时 老贾忽然建议秦科长 出去买点张目的土特厂回家 秦科长觉得有道理 让老贾带他出去逛逛 可是老贾却说自己没时间 把陪行的事推给了海生 此时 他们的海产品已经快称量完毕 马上就到了结账的阶段 所以海生想等结完账再去 可老贾立马把他拽到耳朵底 无奈的海生看了看有道合锦程 想着有他们两人在 也不会出现问题 于是便陪着秦科长外出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老贾根本不是国企厂之工 而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由于海生三人称呼老贾为大哥 国企厂的会计认为他们是一家人 便把五千多块的货款都交到了他手 而歹毒的老贾更是两头痴 趁着有道和锦程搬货的间隙 让提前埋伏的混合 把海产品全部调换成道康 与此同时 海生在和秦科长的交谈中 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以后我们厂啊 要是有所需要的话 就可以来这里采购了 秦科长 你们厂子到张牧来采购 过去都是贾哥吗 采购 你是不是搞错了 老贾一直不是你们的老大吗 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厂子的人了 我这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呀 什么 我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呀 海生这才意识到老贾是个骗子 用最快的速度往家里 穷小伙带着全村的海力干跟国企厂交易 谁知一个转身的功夫 几百斤上等的海产品就被调包成了砖头 接着骗子还若无其事地给二人画 两兄弟沉浸在老贾化的大饼里 殊不知此时对方已经找到国企厂会计 把五千块货款也给领走了 骗子老贾两头吃 把两方人马都耍得团团转 等十分钟后 景成打开包裹给国企厂验货装车 瞬间傻了眼 此时的他们是黄泥巴掉裤装 不是屎也是屎了 两人被国企厂当成骗子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 发现老贾可能是骗子的海生也赶了回来 他第一时间就冲到会计面前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货款我们的货款呢 货款 我不是已经给你们贾大哥了吗 他刚走没一会儿 海生一听赶紧冲出去 想把这个骗子给追回来 可没跑几步他就看见 有道和景成两兄弟 正在被国企厂员工审问 一进去海生就发现 四袋子一斤海产品变成了砖头 他人当场就懵了 本以为老贾只是黑了他们的货款 没想到 对方连国企厂也给坑了 并且老贾一跑 他们三人顺理成章的就成了替罪羔羊 这什么情况啊 他们根本就没有货 拿几袋子 刀壳 还有砖头 能骗我们呢 可是 景成知道这是解释不清楚 告诉海生趁警察没来赶紧跑 海生一口回绝了他 他认为现在跑了就真成诈骗犯了 但是景成不听劝 他俯身从袋子里捡起两块砖头 一块塞到海生手里 有道也趁此机会溜之大吉 老实的海生则被当场抓住 之后他被带到派出所审问 可无论他怎么解释 警察就是不相信他是轻白的 由于这次的诈骗金额很大 事情闹到了新任省委书记的耳朵里 巧合的是 书记和海生三人在火车站有过一面之缘 书记觉得海生的人品干不出这种事 其中必有蹊跷 他叫来了公安局掌亲自过问细节 另一边海生的村子也接到了 上级领导打来的问责电话 村里有个叫高海生的年轻人吧 啊 对有 找张木贩卖干海货 这事你知道吗 告诉你几千块钱的大案子 人已经抓了 搞不好啊 判他个武器我告诉你 村之书当场就吓尿了 他以为海生是投机导把被抓的 担心自己也会被问责 所以他立马撒谎 表示对海生三人到张木卖海货的事 一概不知 海生遭了难 旁边的小人立马幸灾乐火 村之书却告诉他这是他也跑不了 民兵连长一听也吓尿了 忙问村之书该怎么办 而村之书告诉他 为今之计就是把所有的干货 都说成是海生自己家的 把责任都推到他头上才能免于处罚他 接着两人召集了全村村民 让大家统一口径 起初大家不同意把责任都推给海生 可村之书却说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说这件事 那海生卖的就是自家的干海货 这顶多就是不懂国家政策的尺度 是算犯错误 跟你们要是说海生卖的是你们这些人家里的海货 那就变成了倒买倒卖投机倒把 他就不是犯错误了 知道吗 这个罪名做事你们谁都跑不了 村之书好一顿忽悠 终于让大家统一了口径 之后公安来村子调查 可村之书和村民都一口咬死 表示对海生贩卖三百件海货的是一概不知 而如果他们不帮海生作证 海生就会坐视诈骗犯的罪名 这罪过可就大了 就在这时 海生母亲不甘心儿子被冤枉 闯进了审问大厅说出了真相 大之书 做人不能没良心 村之书吓得冷汗直流 赶紧把海生母亲拉到一边 就要强行逼迫他任下所有责任 是卖自己家的东西 一人做事一人当 就别牵扯别人了 海生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怎么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说海生到张牧卖干货 他是为自个儿吗 他是为大伙儿是不是 但其实村之书逼海生认罪 也是为了保护海生 在他的认知里 只要海生卖的是自家的干海货 那么就属于不懂国家政策 不知者无罪 但如果他是从全村人手里收购干海货转贷 那就是知法犯法 坐实了倒买倒卖的罪名 可惜母亲不懂其中含义 他认为村之书是为了给自己脱罪 才能令全村把责任推到了儿子海生头上的 母亲冲到大队门口 敲响了警钟召集全村人 要跟他们对质 急促的钟声刚好吸引了新上任的侍卫书记 他正是为了调查海生涉嫌诈骗一事而来 大队门前 海生母亲哭得气不成声 求村民当着公安的面把真相讲出来 可无论海生母亲如何祈求大家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真相 不是大家无情 而是大家先前被村之书那套 不知者无罪的理论叮嘱我 相信这样能帮海生定罪定的轻一些 可不知情的海生母亲见此情景 直接急晕了过去 人群中的龙书记全程目睹了这个过程 觉得既辛酸又可笑 之后他亲自主持了会议 讲清楚了这次调查干海货的真实目的 据我了解啊 这个高海生是诈骗嫌疑人的身份被抓起来 这 诈骗 村之书一听瞬间傻了眼 原来是海生在贩卖干海货时 把骗子误认为国企厂的采购员 导致自己的300斤干海货 以及真正国营厂给的5000块的货款 都被骗子给弄走了 海生解释不清郎当入狱 龙书记告诉村之书 如今只有大家给海生作证 他确实从村子收购了300斤干海货 海生才能洗刷掉诈骗犯的嫌疑 村之书人都傻了 他的自以为是反而差点害了海生 晚上龙书记在海生母亲那里拿到了 海生收干海货的清单 第二天村之书犹豫之后 也承认了那份清单是真实的 不单单如此 村民们知道了海生被抓的真相 也都纷纷过来为海生作证求情 与此同时 张牧公安打来电话 那伙真正的骗子已经被抓到 海生成功洗刷掉了诈骗犯的嫌疑 而投机倒把的罪名龙书记也不予追究 他的上任本就是为了实行 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帮助大家脱贫致富 督促政府官员摒弃调害人的旧思想 海生这种敢于做出头鸟的人 正是他目前所需要的 事后 龙书记对明哲保身胆小如鼠的去书记 非常不满 空降了另一名敢想敢做的人带领大家 而对于海生他给予了鼓励 女孩看中了一件新颖的连衣裙 可只因为它是香港运来的衣服 老板就卖到了80块一件的天价 要知道当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也不过才几百块钱 海生见大连喜欢便买下来送给了他 谁知他们往前走了几步 就看见一个裁缝铺的摊位前 聚拢了一大批的小姐姐 生意非常火爆 好奇的大连走上前一问才知道 这是定做衣服的摊位 那我看那边也有好多县城的衣服 你们怎么不买啊 那边铺子上的衣服 但凡时髦点的都说是香港货 贵死了 我这一个月才多少钱 你看这本时装书 上面全都是香港的款式 你就按这个册子上面的样子做出来 连工连料便宜多了 旁边的海生听到这话毛色顿开 瞬间就从这里面发现了商机 香港那边流行的款式衣服 在内地供不应求 而大连最擅长的恰恰就是裁缝工作 他们完全可以像眼前的裁缝铺一样 批量仿制香港衣服出手 海生的想法得到了大连和茂盛的赞同 他们立马拿出了所有积蓄 买了两台缝纫机 又找来了市面上所有的时尚杂志 正式成立了制衣公司 把纺织衣服的事交给了母亲和大连 自己和茂盛则负责销售 不等海生出摊之后才发现 他们的生意比想象中的还要火爆十倍 由于他们的衣服款式新银美观 质量也是一等一 所以每次出摊都是供不应求 甚至在名气打响之后 还有外地商人直接从海生这里 订购了一百条连衣裙 晚上海生迫不及待地跟母亲分享这个好消息 结果母亲刚拿起订单 整个人就差点昏死过去 经过大连的解释海生才知道 母亲因为连续的高强度工作 白天已经累晕了一次 这事咱们可得好好商量一下 这么干下去真不行啊 现在做衣服全靠我跟阿财婶 再这么日夜赶工 我都快顶不住了 更何况婶呢 海生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忽略了家里的生产力 这可怎么办 单子都接了 一百条连衣裙 下个礼拜就叫 这肯定来不及啊 一百条连衣裙 就凭我们这几个人 怎么敢也敢不出来啊 我说海生 你想累死阿财婶 面对目前的困境 茂盛大胆提出招工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扩大产门 做大做强 可故宫在当时这是违法的 会被扣上剥削人民的帽子 所以见识过他们厉害的母亲 第一个反对 因为他亲眼见过村头 就有一个人 只不过故人帮他磨了几块豆腐 结果就被定位成 剥削人民的资本家 从早到晚经常被拉出去批动 村里一有风吹草动 他就不好过 海生解释现在政策变了 不会出现当时那种情况 见海生坚持要招工 母亲退了一步 让他去询问下茂盛父亲的意见 而茂盛父亲对故宫仪式 也是十分害怕 让两人不要总出风头 虽然两位老人都不同意故宫 但海生和茂盛还是决定冒险一事 说干就干 海生又进购了舞台缝纫机 大连也找来了十里八乡 真幸活最好的几位姑娘 准备大干一场 因为产能的扩大 他们的生意也随之越做越大 每天纯利润就有几千块钱 可没想到麻烦也随之而来 援打头伴的主任是海生他们的仇人 这天见到海生的生意如此火爆 顿时气得咬碎了后槽牙 他把这事告诉了自己当区书记的舅舅 区书记当即认定海生投机倒板 剥削人民 把海生村大队的支出一顿臭骂 常书记 说实话 我们大队也不光他们一家搞了一个家庭作风 那也还有什么做雨伞的 做拖鞋的什么的 这些人呢 私底下都跟我抱怨过 说是人手少忙不过来 想请人帮忙 可您说 这也能算是剥削 这不算剥削什么算剥削 国家允许发展经济搞副业 国家没允许你们雇佣雇人当资本家呀 我知道 现在有些人一切向前看 甚至连什么是剥削都搞不明白 你们听好了 回去告诉社员 这次啊 就拿你们大队这个高海生当个典型 给那些个一心想发来的人嚼嚼警钟 回去把这个高家作坊给关了 钱财物都扣了 听我组织处理 俗话说官大一急压死人 知书虽然替海生名不平 但是他最后只能听从这个狗官的命令 强行把海生的七台缝纫机和布匹全部没收 海生的生意直接遭受了灭顶之灾 得知消息的海生和茂盛气不过 找到区书记理论 结果反而惹怒了这个狗官 狗官不但不同意把缝纫机还给他们 反而恼羞成怒要加重他们的处罚 幸好这时 为民作主的县委书记推门而入 他批评区书记在明知道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 还固守以前的旧思想 为难阻碍百姓脱贫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已经向小平同志要了特殊政策 小平同志给了 小平同志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杀出一条血路意味着什么 就是意味着思想意识的改变和体制的改革 而我们现在呢 还是固步自封 不求进取 不去变革 被批评的区书记虽然心里极其不服其 但只能乖乖照做 下令把缝纫机都还给了海生 而海生办企业带领相亲致富的做法 也得到了县委书记的大力表扬 有了政府的支持 海生彻底放开了手脚 他的制衣公司越做越大 员工从最初的两个人变成了几十个 海生成为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可随着市场的开发 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创业的热潮 导致行业内卷 海生的制衣公司利润越来越低 眼睁睁看着工厂在慢性死亡 海生急得焦头烂额 谁知下一秒 他就在电视新闻上发现了转机 国际大牌奈迪进入了中国市场 在苏州建立了第一家工厂 在那个崇洋媚外的年代 耐迪的鞋子供不应求 加上中国市场庞大 耐迪本身的产量远远不够 所以海生瞬间就想到 如果自己能成为耐迪的代工厂 那么不但能扭亏为盈 并且还能学习到 耐克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绝对能把濒临倒闭的工厂 起死回生 和合伙人交代之后 海生连夜启程赶到了 耐迪苏州工厂求合作 可是没有介绍信 保安连大门都不让他进去 忽然 他发现一辆豪华车驶进了工厂 保安不但没阻拦 甚至还恭恭敬敬地伸手敬礼 海生看出车里的人正是耐迪老总 他也因此想到了 进入工厂内部的办法 第二天 海生去租车行租赁了一辆奔驰车 雇佣了一个司机 全天24小时守在工厂门口 等耐迪老总的车出现时 他立马命令司机 跟在对方屁股后面 有惊无险地进入了耐迪的工厂 停车后 海生厚脸皮地冲到老总面前 威力顿先生您好 I'm sorry You are 对不起您是 我是从外地来的 威力顿先生您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您 这是我的名片 我是做鞋服的 我叫高海生 奈迪是世界一流的品牌 我们就是土法炼钢 小米夹步枪 但是我们想进步 也想做到更好 所以我就特别冒昧地来 拜访威力顿先生 向耐迪来取经学习 得知眼前的冒事鬼是来学习的 威力顿很欣赏海生的自信和勇气 他满足了海生参观 耐迪先进制协工厂的要求 工厂内的全自动化设备 让海生叹为观止 联想自己家的工厂 还是十几年前被淘汰的设备 他越发觉得这一趟是来对了 等出去之后 他立马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你们在这儿建工厂 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没错 星球长风 几书建设 花掉一大笔费用 我们上唐村光协服企业 应该有几十家 如果说我回去之后 能够整合一下 变成一个规模大的工厂 你们愿不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 专门为耐迪做铁牌加工呢 可耐迪对加工厂的各项标准 都非常严格 他不认为海生那种家族式作坊 能有这种能力 对此 海生拍着胸脯保证 他那边的人善于吃苦乐于学习 一定能达到他的要求 并且海生指出 如果耐迪不同意 那么他们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 因为所有的国际大牌 都会对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动心 虽然说你们现在是国际一流的大品牌 但你们不是唯一啊 据我了解 在国外很多的牌子都不比耐迪差 只不过说你们的眼光比较独到 抢先了一步进入中国市场 仅此而已 所以才显得在中国这么有勇气 而且你们在苏州只开了一家工厂 生产规模有限 很难进入更广阔的中国市场 而且目前在国内 耐迪供不应求 很多地方都卖断了货 这么好的市场需求 应该加大生产 占据中国市场 不给其他国外牌子留任何机会 海生的一系话成功说服了威灵顿 他承诺只要海生能整合 他说的那十几家工厂 那么就会授权给他做代加工 可整合十几家个怀鬼胎的工厂 这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合伙人景城非常的悲观 当天晚上 海生包下了镇上最好的酒店 宴请了所有工厂老板 几句话就指出了目前所有老板 都面临的一个生死问题 那就是市场太内卷 导致利润越来越低 这些年大家应该有共同的体会 这两年的钱 不如头两年好挣 过去无论是鞋还是衣服 只要咱做出来 那市场上是供不应求 可现在不行了 咱们虽然产量上去 可是利润没有 道理很简单 同行开始互相竞争了 市场就这么大 您做五百件 您做五百件 市场只能消耗六百件 剩下四百件 只能低价处理了 海生指出他们必须做出改变 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破产清算 海生的话让老板们大有感触 纷纷问海生是不是有了解决办法 我认为想要冲破这个困境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咱们一个个小厂子全都关了 整合成一个大厂子 咱们专门给奈迪贴牌加工 借他的东风 我们做大做强 谁料这话一出 老板们纷纷反对 他们十几家工厂有人盈利稳定 有人则一直处于亏本状态 如果合并 那岂不是等于拿自己的钱 却补贴别人吗 更主要的是 没人愿意从一个高高在上老板 忽然变成别人的手下 所以不管海生如何劝说 老板们就是不答应纷纷离场 这次合并也以失败告终 但是海生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让合伙人拿出了自己厂子 账面上所有的现金一共20多万 然后包机把那些老板 请到了苏州耐克工厂参观 这次观摩之旅非常有效 一整套自动化的先进流水线 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老板 见识到了双方天欠沟壑般的差距 他们终于认同了海生的想法 当天晚上就主动找到海生 同意合并的事 之后他们重新回到苏州 把合并的公司取名高智 而海生则被一致推选为 新公司的董事长 几年后 高智在海生的带领下 成为了国内代工厂的龙头 并且已经满足了上市的条件 可新一轮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些原始股东能力不足的缺点 逐渐体现 想要公司能活下去 就必须开除他们 但那些人怎么可能答应 这个老板轻轻一掰 被客户退回来的鞋子 鞋底顿时裂开一道海购 整批货都是同样的 经过总工程师苏成峰的调查 这次事故主要责任 就是因为质检人员 没有按流程质检 而这个质检主任 正是公司合伙人 兼现任销售经理锦城的小舅子 为了挽回公司生育 海生召集全场职工 当着他们的面 把五千双质量鞋全部消负 并表示要严惩责任人 事情一出 小舅子立马找到锦城 不过他并不是因为 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因内就来认错的 他根本就没把这次损失当回事 相反他只是觉得 公司给他的处罚太高了 可是公司要罚我半年工资 这怎么行啊 这咋还过不过来啊 不是 多少 半年工资 锦城一听显得十分惊讶 他也觉得扣罚半年工资 过于严格了一些 加上之后小舅子 死皮赖脸的下跪求他 锦城心意软便找到海生说情 希望能把处罚降低一些 小贾呢我已经骂过他了 还有其他几个人啊 我也找他们谈过话 他们呢也认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啊 我的建议就是 这几个相关的责任人 即打过一次 扣发两个月的工资 下不为例 我不同意 谁知这话刚说出口 就率先受到了公司 总工程师苏承锋的 坚决反对 他认为严格执行公司 制定的奖罚制度 是一家公司做大做强的根本 如果这次心软降低 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罚 员工就不会心存敬畏之心 那么以后这次的质量问题 一定还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直至把公司推向覆灭的深渊 锦城一听这话十分的不屑 他觉得苏承锋是在威严所听 甚至他批评苏承锋不了解高智公司 我们高智呢 那是一个懂人情 讲人情 是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 跟你们那个奈迪啊 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有些古话怎么说来着 就那个 扼扰人处 咱们就且扼人嘛 就算给他们一次击败 所以我才没有提出 要开除这几个责任人 但其实 苏承锋只扣罚小贾半年工资 已经是考虑到高智目前普遍的裙带关系 所做出的让步了 如果是以前的奈迪 他绝对不会给小贾这种人赶过的机会 但锦承还是不死心 以老卖老让苏承锋看在他的面子上 饶过小舅子一次 依旧无果之后 锦承见此索性退了一步 提出自己替小舅子缴纳罚款 谁承想依旧被对方毫不客气地驳斥 好 那能不能请你 也替他把他的工作完成呢 如果做不到的话 这一次的处罚 就没有起到他应该起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锦承 你请来的什么人 一点情面都不讲 索要无果 锦承恼羞成怒 静转头开始逼问海生 到底能不能答应他给的处罚方案 而为了公司的未来 海生犹豫之后 选择站在了苏承锋那边 锦承见此也彻底愤怒 大骂海生因为利益变得无情无义 你想过吗 这些员工 是跟你一起白手起家 跟着你一起打拼的人 是兄弟 你现在眼里还有兄弟吗 海生摆了白手耐心跟他解释 这跟兄弟情谊没有关系 品质是公司的命根子 是在好的关系都不能触碰的底线 海生说的道理我们看来非常对 可惜锦承就是不明白 只见他冷笑一声 拿起海生办公桌上 四个创始人的合影嘲讽道 说完他就啪的一声把照片放在桌子上 摔门而去 海生温柔地将合影扶着 往事的一幕幕顿时浮现在脑海 几人从最开始连饭都吃不饱的穷小虎 相互信任 相互扶持 拼搏奋断 一步步历经了无数艰辛 才有了现在的地位 可却因为一次事故弄得反目成仇 海生的信念顿时开始动摇 这事 要不我再考虑考虑 可苏承风觉得 既然海生花高薪把他从奈迪挖过来 自己就得对得起这份工资 为了高智的未来 他早就做好了举世接迪的打算 话已至此 苏承风不但不做出让步 反而还趁此机会把一切都说开 对海生提出来更大胆的要求 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 公司的内部结构和人员体系 公司难分 效率低下 岗位责任不明 而且我们现在的员工的能力 伸不上公司的发展 话彻底说开了 苏承风毫不留情 逼着海生下狠心 不单单是小假这种关系 那些能力跟不上岗位的老员工 甚至是股东们都应该全部侵退 然后面向社会择优录取 如若不然 高智迟早会被这些人害死 苏承风一袭话把海生逼到死路上 道理他都懂 可几十年的情谊摆在那里 这个决定海生实在是开不了口 可苏承风逼海生现在就做出选择 如果不答应改革 那么他待在高智毫无意义 他会选择离开这里 苏承风是个真正的人才 海生根本不舍得放他走 可另一边的兄弟情谊也不好闹烦 他陷入了无尽的纠结之中 直到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 才让他彻底下定了清退他们的决心 你给我解释一下 澳洲布里斯班的订单为什么取消 我告诉你进城 你是销售部经理 这件事情你负全责 公司创始人因为酗酒 没按时给客户发货 导致公司弄丢了一个几千万的订单 甚至还要赔偿巨额的违约金 海生则问他怎么回事 谁知对方却仗着自己股东的身份 丝毫不当回事 行我承认 这是我的失误 前段时间呢 我老陪客户天天喝 天天喝得我晕晕晕晕的 就把这事给彻底忘了 是我的错行不行 然后呢 然后下不为例呗 看着对方无所谓的态度 海生压制住内心的怒火 耐心跟他解释 这笔订单对公司的重要性 进城 你知道这订单有多重要吗 我们不是在做代工 我们是在做自己的品牌 这是咱们第一次跟澳洲那边 行了你别说了 这单没了我再去跑别的呗 我保证 损失给你补上不就完了吗 这是一单生意的事吗 这是信誉 信誉是一个企业的魂 这笔生意不单单是钱的事 更重要的是弄丢了公司对外的信用 所造成的影响远超那几千万的利用 谁承详 景成一听露出一声冷笑 竟反过来指责海生上纲上嫌 海生见此对这个兄弟忍无可忍 怒吼着让他必须对这次损失负责 谁知对方依旧毫无悔疑 甚至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 你什么意思 你想让我走就直说 接着他便摔门而去 景成的做事态度让海生明白 公司改革刻不容缓 他立马让秘书记录自己的话 起草文件告知全体员工 公司将对全体员工进行考核 如有考核不达标者将予以清退或者翻稿 公告一出如同一个炸弹投入平静和灭 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 除了提出改革方案的总工程师苏承峰外 其余人领导岗位皆人人不愤 销售经理景成更是直接罢工 前经理 跟澳洲布里斯班这边的 能不能不来烦我呀 这事可是高总吩咐的 高总吩咐的 那去找高总嘛 对不对 去吧 而俗话说生米恩斗米仇 平日里那些关系户突然不能混日子 立马对海生心生怨念 往海生驶动的车上泼了一大桶油漆 差点酿成车祸 可是这些举动只会增加海生改革的决心 仅仅三天 第一批名单就交到了海生手上 而不出意料第一个转岗的就是 任销售经理的景成 不服气的他立马找到海生冷言冷语 原本以为啊 你就直接给我清退了 没想到你更狠 顿刀子杀人呀 厉害 在景成眼里海生给他转岗 不是给他机会 而是故意给他穿小鞋 逼他自己离职 好省下大笔的遣散费 海生在他眼里 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 被冤枉的海生非常气愤 跟他大吵了一架 这些年他给过景成无数次机会 可是对方每次犯错后都不悔改 依旧我心我素 自己让他转岗完全就是被逼无奈 两个共事几十年的兄弟 最终的结局还是反目成仇 景成没有接受转岗方案 直接选择罢工不来 不单单是景成一人不满意 其余的十几位股东更是嚣张 他们怒气冲冲地找上门 逼迫海生撤销改革方案 我们这些元老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 现在好不容易能享受点胜利的果实 绝不能被剥夺 大家的眼里也看到了啊 海生 不 高总 你这次是不是针对我们股东来的 你想羡慕杀驴 我丑化料在前头 我们这些元老的权益 绝对不能被剥夺 此时 这些元老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无论海生怎么解释 他们都认为海生是想过河拆桥 所以他们只答应撤销改革方案 其余的没得商量 谁敢侵犯我们的权益 我们绝不答应 走 走 走 海生一心为公司好 谁成想却变成了全民公敌 现在围己还站在他身边的人 只有自己的老婆 考虑到海生面临的压力 老婆试图想劝他别这么认真 殊不知他完全小看了海生的觉醒 因为第二批名单中 第一个要求转岗的人就是他自己 看到名单的那一刻 大连整个人都崩溃了 他和那些闹事的人想的一样 认为转岗就是在逼他们自行离职 高海生 怎么做 对得起我吗 老婆大连从一开始就跟着海生创业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海生的今天 可是今天仅仅因为学历问题 就要被自己信任的丈夫转岗 大连接受不了 哭着冲出了家门 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部迸发 被老婆误解的海生十分无奈 无论他如何解释都得不到大连的信任 最后搬出生病的母亲 才勉强把大连带回了家里 可夫妻之间也因此闹下隔阂 海生明白跟大家解释清楚改革方案迫在眉睫 而那些闹事的股东基本都是同一个信任 所以他们都非常听足中一位德高望重 名叫高老太公的长辈的话 所以海生打算从这里入手 试图解释清楚自己的诚心 他明白股东的闹事 无非就是担心被清退后 自己的股份分红也会被一点点蚕食 而对此海生跟高老太公沉默 无论是清退还是转岗 他们那份权益一分都不会少 海生把具体方案交给老太公 让他过目 谁知这老头看都不看一眼 不用了 人为刀子 我为鱼肉 人都不在位置啊 何谈保障 太公 不是所有人永远都适合留在原来的位置 你包括我这个总经理 如果我将来干得不好 大家不满意 随时都可以把我位换掉 行了 这些个 你去跟股东们说吧 见词海生也不再强求他们理解自己 他直接跪下请罪 表示了自己改革到底的决心 接着 他放下一盒礼品后转身离去 海生走出大门 门口早已经聚集了所有股东 他们都在等待谈判的结果 另一边 老太公打开了礼盒 发现里面的东西不是黄金 只是自己喜欢吃又十分常见的糖米糕 老太公拿起一块咬了一口 瞬间相信了海生的诚意 是那个味儿 一点都没做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想告诉我 他不是一个忘本的人啊 老头这才放下偏见 拿起改革企划书细细研读起来 而另一边 股东们已经开始对海生拳脚相想 母亲不忍儿子受到冤枉 拿出了那份应有儿媳妇的转岗名单 给海生证明清白 转岗的名单当中 还用海生的媳妇 叶大连 你们看看吧 还要真是为了自己啊 能拿自己的亲人开刀吗 股东听得有些汗言 而与此同时老太公也出来帮海生说话 至此 股东们才相信 海生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闹了这么久 公司的改革总算是有经无险的通过 可接下来海生面临的问题只会更多